我从9798年开始接触hiphop 那个年代你玩音乐是完全不能生存的 所有人成员都面临着各自的选择 也就散了 专辑的歌其实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现在变成一个像是赠品 或者说是一个附属品 但是我不太善变能厌 我在跟Black Box分掉扬镳以后呢 跟整个圈子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脱离的 持续了大概有五年时间吧 发行了《午夜列车上的告别》 这张Jazz Hacker的专辑 当时在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 有一个导向性 就是主要会导向他那一边 也是会心里面有点不太甘心 那OK啊 我没问题 我可以从头开始 我做了个决定 对所以我当时决定我要自己 自己做 继续做 就是不太一样的风格的东西 是我更加 善于去驾驭的 风格的东西 所以后来才会有了 No My Style 我想让大家知道C 不但可以做Jazz Hip Hop的东西 还可以驾驭很多不一样的风格 其实我觉得那首可能是蛮多的 所以他后来做了各种版本 我也听了各种版本 我跟他那个就比较强硬一点的 他去年出完这首歌给我听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他说 但是我内心是 就是觉得以前的那个C又回来了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硬核的风格 我觉得在这种风格上面 我可以更加 能够发挥自己所擅长的东西 能够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 挺感动的 No My Style 那个项目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也作为一个OG 并没有说是高高在上 就不跟年轻人 新的一代去合作 他相反开 找了很多很多 找出新出来的这些人 然后一起合作 最好录作我记得是 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C跟我说 就想做这个 然后说好做 然后写完 然后到时候我就跟 我的朋友说 等一下我那个快要推 会四个玩 我要我要 我要录这个C那边挤个药 然后就棒棒棒 然后就发给C 然后就等C 那个这样子 然后因为当时就是 我觉得C 就是C也很 你很尊重我 我问他高厂你想怎么做 他也说就是先看我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就Creative Freedom 就是我一直很期待跟他合作 因为我是一直很喜欢的 简直是偶像那种 甚至我早期那些作品 都我也给模仿了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我只能跟你这么介绍的 他是上一年代的我 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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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当时决定要参加这个比赛 其实也为自己有一些打算 就是可以接触到更多的 我之前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音乐人 可以跟他们有一个交流 因为我之后应该还是会做音乐 然后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得到更加多的关注 当时为了参加这节目准备的这个这个曲目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所以他也是很想有好的发挥嘛 有点担心 之前啊 有点担心就是我这个东西要就是放在台面上面 是一个非常闪耀的就是非常让别人觉得牛逼的 别人的期望值或者大家对他的评判 包括导演组可能很多人一开始不是非常了解C 但是问了很多选手 问到这个人大家对C的评价 可能就让他自己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能输的理由你知道吗 但其实他是输得起 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压力吧 因为我不想让其他就喜欢我的人或者支持的人就失望嘛 我很不甘心所以我选择积蓄 我觉得趁他现在正好是状元的时候 不甘心就对了 说唱音乐带给我们的就是不要认输 我们听这种音乐最终我们就是在反复的 Destroy and Rebuild 我们在不断地摧毁昨天的自己 然后去重塑明天的自己 结束以后其实我休闪了一段时间 然后跟我的音乐好友吧 包括恰恰或者阿克江也都有聊 那跟恰恰这个小项目 可以帮我缓解一下比赛的那种当时那种失落的心情 然后让我换一种视角去看待音乐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有听Wiley Skepta JME这种比较Gram风格的 包括像美国Run the Juice或者Vin Staples这种 他会运用很多就是更加电子化的这些制作方式去 做出来的音乐 所以突然之间给了我很多启发 正好我个人是觉得国内现在就是HipHop这一块 音乐形势都很雷同 所以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听众更多的选择 然后现在在伦敦的Metropolis 如我的新专辑 那我之前因为跟Harikiri有聊天 他跟我讲他做Trap已经做的要比了 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些不太一样的 包括因为他本来就是英国人嘛 然后对于Gram这种风格 所以我们就会在一起尝试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所以我们就会在一起尝试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所以我们就会在一起尝试 最好的音乐风格 所以我们就会在一起尝试 最后的音乐风格 最后的音乐风格 就是因为C和他做的东西 最后的音乐 就是这样的音乐 我们有很多更多的选择 像这样的音乐风格 这样的音乐 像这样的音乐 像这样的音乐 他也做的也是我 但他也不需要弄成音乐风格 因为我想弄成这样的音乐 所以我们就会在一起尝试 所以我们就会在一起尝试 有很多音乐风格 然后我们就会在一起尝试 很早前的音乐 音乐风格 音乐啦 音乐 你不是说音乐吗 没,没,没,没 是,你知道 你唱歌的音乐 你唱歌的音乐 You know like I can find the right words 第十二首的话其实想表达一种 在这个现实里面会比较挣扎 你可能需要真的是停下你的脚步 然后去放松一点 但是发现最后发现可能时间或者是现实 并不能让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的一种 一种心态吧 相对来说会比较黑暗一点 You know what I've never heard any of C's old stuff before I literally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roject I just came in after I met Dre for lunch I came in I met C and then he did his little flow thing I was like wow this is amazing 然后Sachi呢他也非常感谢他 就是从挪威过来 他也是之前在中国有待过 所以对中国或者是一些文化上面的东西 是有非常多的了解 我觉得是带回去更多的是让我 Open mind 就是更加可以从更加多的角度去去尝试创作 并不是停留在我以前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永远是在一个俯视的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去去讲我的内容 我最后一天的录制节目 我还会再来呢 我觉得C哥应该是对这张专辑其实看得很重的 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是会看得很重的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会玩哪些风格 这张专辑其实包括了我几个阶段的一些心态 可能回过头去看以前的那种 对我来讲状态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去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失落的 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脱离这个圈子 我不做音乐了 最后就是会回到我的现在 我现在我又回来了 我重新拿起支笔 重新杀回来的这种感觉 如果一个真正好的音乐人 我是听到他的歌 我会觉得这就是他唱的 别人唱不来 C可以拿掉所有的外界认为的他这么一个形象 或者说他自己的既定的一些标签也好 拿掉这些东西 就是用他的音乐 用他第一张专辑的这么一个真诚的音乐来告诉大家吧 就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人 他不用去赶潮了 他甚至都可以去创造潮流的那种 干嘛要去追潮流 潮流来得很快 去的也快 经典舞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 我就期待希望 C的专辑 以他的实力 跟他这些年的努力 可以得到相匹配的关注 那说唱是 对于我来说是一门艺术吧 我追求的东西就是 怎么样让内容跟这些 听感的东西可以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搭配 最完美的一个搭配 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 其实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对这门艺术的追求吧 好 哪里过来的 山东 山东 对 好好学习 然后再试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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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ALK上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